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五点 孔家老二到四两兄弟开船到海上定点放马 一个多小时后返回了岸边 三个小时后又出海收网 三个小时后迅速 晚上十二点渔船满载而归 在岸边的孔帆京老人和儿媳们 在沙滩上已亮好了灯等待渔船上岸 待渔船靠岸后 儿媳们先分类装框 再由商贩拿到市场上去卖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 是关圣庙的宫期 也就是关公纪念日 这一天 关公庙内庙外热闹非凡 家家户户都来祭拜 有些在外地工作学习的子女和村民们 都要专门赶回来参加祭拜活动 据村民们说 杀猪羊鸡都是代表海底的鱼 就是寄海保平安年年有余的意思 中午 中午各家都要聚餐庆祝 住院补鱼顺利 生产丰收 酒足饭饱后 全村人抬着神宫 在村里和庙周围巡游 以示神宫给家家户户 带来吉利和福气 在村里和庙周围巡游 据记载 在海口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 中山路天后宫 建于元代 占地约一千四百平方米 是海南现存最早的马祖庙 目前开放的只是祖庙的厢房 而祖庙早已被当成仓库 时过境迁 当初穷郡还储滨海海门一区 由郡至药金通南北 而变伤民者 那繁华热闹的中山天后宫 如今处境十分凄凉 因为这个祖庙的有种种的原因 不能对外开放 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把祖庙 为皇国发扬文化的仪杀 作为对我们发扬万大 穷海潭门镇 这里的祭海主要是祭拜兄弟庙 潭门是海南岛东部的海上大门 渔民到西沙和南沙捕鱼 都都从这里出发 经过长期传承和演绎 一百零八兄弟公 已成为这里渔民最崇拜的海神 据传说 古时候海南沿海海盗猖戒 加上疯狂浪险 面对太多的威胁 渔民团结一心 战胜邪恶 便由一百零八名渔民 具意结拜为海洋兄弟 经常与海盗和外寇斗争 保护了一方平安 有一年 一百零八名兄弟 远航西南中沙从事捕捞 因遭遇罕见的台风 全部失踪于南 他们的灵魂 永远归属于大海 沿海的乡亲们 为怀念感激一百零八兄弟的 大恩大德 便见词立碑 纪念他们 乡亲们说 后来一百零八兄弟 多次显灵救助遇险难民 于是 祭拜一百零八兄弟宫的习俗 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百零八兄弟庙 遍及全岛沿海地区 琼海 潭门等沿海渔民 祭兄弟宫 对今天继承优秀民族美德 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都有着积极作用 现在 一百零八兄弟宫祭祀仪式 已入选为海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这对于传承这个文化项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兄弟宫的崇拜 在远洋捕捞的渔民中十分普遍 在海南岛许多地方都可以建造兄弟庙 这种崇拜有两个特点 一 它是群体崇拜 二 它是男性崇拜 这就反映了广大渔民 披风斩浪 勇敢顽强的精神 我们今天祭祀他们 就是要把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 济海 是海洋信仰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传承着道家的和谐 佛家的善师 和儒家的忠孝 济海 对研究海洋先民的精神支柱等历史文化方面 都有一定的价值 济海活动 使文化形态丰富多彩 济海 对研究海南地方风俗 原生态文化 也有深远的意义 当我们跟随着渔民的目光和视角 去仰视被他们前程崇拜的诸多神灵以后 不由自主地 开始以同样敬畏和虔诚的心情 为与你们祈求着同样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